欢迎在此观看九零零新闻 现在是中国当地时间6月15日 此前的14日 推特名人李老师不是你老师发文提到 网友投稿 希望曝光三东大学齐鲁医院的新店图示 医务人员涉嫌偷拍病人就医视频 已进半楼视频目前共计5左右 并发上互联网 这些视频拍摄已2022年流传以电报群众 网友曾将相关内容发送给齐鲁医院和1818黄金眼 但是没有得到回应 附上的第一张图片资讯显示 有人躺在床上的场景 其文字描述提到 三东大学齐鲁医院新店图示 医务人员偷拍病人就医视频 半楼视频目前共计左右 并发上互联网保守估计 受害者超过50人 无意间发现这些不是当事人 无法报警 请关注此事 希望不会有更多人受害 附少量视频截图 网1达马照 图2 网就医资料 上显示他姓名 以及就医信息 图3应该是网母亲 图4是另一个受害人 网显示他是86年山东 肥城人 第二张图片资讯显示 显示大量视频片段的截图 第三张图片资讯显示 一个美丽女躺在一个衣服的场景 针对此事 我们查询到微博网友 Lawmentor发文提到 根据网友李某化名爆料 山东某医院新店图示 医务人员涉嫌偷拍 女性病人赤身就医的视频 并上传网络 即嫌偷拍并传播的人员 所在单位是山东最好的医院之一 这些女性无遮蔽 就诊视频共激大小 拍摄2022年六川一电报群中 接到头个号三小时 我们以山东警方取得联系 一 获悉该偷拍犯罪事实 却遭受害者数十人 疑于去年报案 犯罪在监狱服刑 二 境内可以监控的渠道 都已删除摄视频 加密社交软件中 流传的视频未以海外无法处理 受害者中有未成年人 且表达过不愿公开处理的诉求 除以保护 我们也将微博打码图片全部清除 四 感谢有敏锐度和责任感的记者朋友 私信目前的情况就不一一回复了 在任何博助偷拍犯罪行为真实存在的情况下 警方未透露其他案情细节 另外一个微博痘痘匠嘴板发文体的 我今年发过的当时删掉了 今天才看到这个案件的后续 附上的图片资讯显示 在2022年11月21日 该微博用户发文提到 许多女患者在山东某某医院做心电图被偷拍 不知道会不会有一个警方通报 也提醒被偷拍的患者们举起为前 院很多患者做心电图被偷拍了 视频已经流传出来了 质疑是不是某医院 我正在早时捶命 针对此事中国的国家媒体 局务新闻在此前的14日发文提到 6月14日 山东大学齐鲁医院某部门工作人员 告诉局务记者 此事是2022年发生的 知识医生已被法院判刑 事件发生后 警方第一时间介入 将此事移交给警方 去年已经处理完毕 办理此案的事 是济南市暴突前派出所 及其有关山东齐鲁医院 中国的网络资讯显示 前名山东大学齐鲁医院 创立于1890年 是中华人民共和国 山东省济南市的 一所三级甲兰医院 为山东大学附属单位 是卫生部直属医院 一所三级甲养到 岢阅养治三级